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这个婚姻关系 大家最近是不是觉得有日渐薄弱的趋势呢 其实常常这个报道一出 好像都是这样的结果 就让人有点担心 到底我们夫妻之间要如何经得起婚姻的种种考验呢 我们今天朋友有两位这方面的专家 首先很高兴地邀请到处爱家庭服务资深辅导员陈翰希先生 你好 陈翰希 早安 还有红娘公司总裁林孝元Violet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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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olet 早 当然其实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其实政府最近的几年真的是实施了很多措施 鼓励大家结婚 然后组织家庭 可是两位对于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两个数字 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起初会有点挫折 因为真的大家很努力 不只是政府 民间的团体 上一代 我们都是关心上一代 但是后来想清楚也觉得是真的是感恩 因为就是我们有醒觉这个玩球化的冲击 其实现在是一个玩球化的流行性感冒来的 离婚跟分外情 真的 你不要看这个数字好像跌了一点点 如果没有做预防处事的话 没有预防教育的话 可以兵败如山倒的 可能结婚的人数会更少 结婚人数更少 分外情的人数更多 而且离婚的数目更大 你看其他国家就是无论是台湾 香港 中国的大都会 只能是大城市 全部的数字都超过 我们已经算是跌一点点了 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不幸中的大幸 但是当然这个提醒我们要全民努力了 这个不可以只是政府了 这个不只是政府了 要整体每一个家庭成为榜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最近跟一个年轻人沟通 我说他们有条件 为什么不结婚 三十多又工作不好 他说 通常有两种答案 一种是我们还没有玩够 另外一种就是说 缘分还没到 不是缘分 他们根本逃避现实 因为没有信心 因为他说 你看我父母都是吵吵闹闹 我的朋友结了婚都不快乐的 这样我真的没信心 是 我觉得 所以反正你那边接触到的 大概就是这一群人 他们真的是怨声载道吗 他们真的是 走投无路的 他们是崇尚自由主义 还是就是说 对 婚生的没有信心 或者说真的是找对象 找不到很难找 其实来参加我们的那个 弘扬公司的 通常他们都是想结婚的 所以可能之前就是 没有机会认识到另外一半 可能就是自己在那个工作上面 因为可能你是教师的话 那女生的教师 在工作上面全都是男 女生 就可能是想到另外一半 几率就很低 对 还是可能之前就是 很投入在那个工作上面 然后就没有机会 然后到现在可能到 二十五三十都就觉得 我应该去找另外一半了 这样 所以按照你的这个经历来看 是不是大家 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从来都没有把成家 当作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其实不可以说 没有把它当成必经的阶段 只不过他们觉得可以推就可以推 晚一点这样 好像没有排让他踢 我觉得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改变 对 我们建国的一代是成家利益 我们看成家本身就是一个成就 而且成家会帮助事业的 对 会脱离贫穷的 但是现在导管是觉得 我要冲到事业先才成家 但是这个是错误关联来的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真的在事业里面有动力 最后最后有成就 又赚到 是储蓄够晚年的 相对来讲 结了婚的人比单身的多多了 你想想 你想想 的确是 所以有时候是一种错觉来的 所以我现在鼓励 年轻的早一点结婚 只要你开放受教育就可以的了 因为现在是新时代 你不可以只是说顺其自然 来经营你的婚姻生活的 你要有一种 要防伐 对 要策略 有策略 有延续教育的那种 开放学习的态度来经营 就好像经营生意一样了 现在转型 你不可以只是用以前的老方法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 还是有希望 只要我们整体省觉 我们大家一起来 反而是我觉得 红粮公司 其他的团体 政府 大家 大众传媒最重要 提供多一点 远时性的家庭教育 特别报纸 比方说现在联合早报 每逢星期二 有这些家庭教育 但是最好每天都有 我们也听过一个管道 就是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如果您特别是家长 特别就是发现到你的孩子 好像真的没把结婚当一回事 你来打电话进来问一下 或是你自己本身对于婚姻的一些看法 也请你来分享 刚刚汉仙有说到 这些年轻的朋友 他们一直说不结婚 你觉得他们是 我听到你说自私 因为他们会抱怨说 父母婚姻不愉快 不美满 所以我不要效仿 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因为这个是环球化的价值观 现在冲击就是 个人自由享乐主义 不只是个人主义 是自由享乐主义 他们觉得 为什么我那么早要绑住 第二 不快乐呢 整个感觉 好像就多一个人来干预 好像坚文这种 那么勇敢的 那么看得远的 很少人 就跳进去了 所以那是榜样 我觉得整体来讲 新加坡还是 社会来讲 新加坡整体我们还是有家庭价值观 因为我们三代同堂的社会 上一代的价值观还是影响 只是受冲击 就好像一个流行性感冒 这样要打多一点预防针 还有就是增加那个免疫能力 教育本身就是 主要原因是这样 我们都接两年 很重视公民教育 但是比较是在学校来发展 我们分乐 我们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 如果你要人民再教育 或是延续教育 你要在大众传媒 可能就在一些社会层面了 大众传媒就是广播 电视 报刊 所有我们的责任 对啊 所以早安你好 做得好 不过Violet 当你们就是 他们都来寻求帮助的时候 其实到了婚姻观念这个部分 你们有多少的影响力呢 在他们的这个婚姻观念上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的那个服务 除了就是帮他们做那个配对 我们也是有一个比较辅导性的 对 所以好像我们每一个会员 都要先去一个 好像有一个森林 对 就是让他们了解一下 那个他们的思想方面 因为我们了解其实 如果我们只是帮她 就是做那个配对 可是如果她的那个mindset 是不正确的 那也是很难帮她 找到适合的对象 是 很多红娘现在的公司都会有 跟服务中心连线 配合 就是有一些婚前的预备班 对 或是婚后的一些 如果真的需要辅导跟进 对 这个需要的 因为不然红娘公司 如果真的失败也是很伤心 很难过的 因为要比较全面性 因为那个配对 你希望他们真的到最后 能够踏上红地毯 然后成功婚姻美脉 我们看到这个报告呢 她说结婚的年龄 平均是上升的 上升到什么样的一个岁数呢 如果是男性的话 中位数是30岁成家 女性的话是28岁 完了在你们的红娘公司 大概你收到的这些申请者 男女是不是这个年龄 对 是差不多这个年龄 所以是很实际的 对 因为其实刚才 我们刚才就说到 他们越来越晚结婚 就是女生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就是刚毕业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 立刻去想到找对象 反而他们就想到 要去职场上怎么去拼 对 因为他们觉得 已经读了那么多书 对吗 所以一定要把时间 放在职场上 一定要派得上用场 对 可是我们常常就会 劝他们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找对象 最好就是在20多岁的时候 找 因为其实你去拼的话 30过后 40过后还可以拼 可是你要找对象就比较难了 对 可是进入到婚姻之后 这个就要问汉西了 我们发现到其实 我们刚才不是说离婚率上升吗 然后整体来讲 大概是男性的话 离婚高峰期是45岁或以后 然后女性则是大概是35岁左右 您怎么看待 到底婚姻关系来到女性35 男性45这段阶段 到底大家面对什么摩擦 很多时候是第一就是 先是观念先 我们要有一种盟约的观念 就是说结婚真的是不离不弃的 要专心经营 有一个梦想的 在过程当中当然会要付代价了 凡事影响你下半生幸福的东西 都要付代价的 不要自私 我同意琪琪讲的 最后还是自私自我 来破坏了婚姻的 第二就是要面对压力的时候 要醒觉 就是不要受诱惑 因为现在诱惑真的太多了 对男生来讲特别 我们辅导的个案 大部分是分外情出问题 而离婚或是要从健身任 很伤害 就算我教学 我记得我上YouTube 想播一些好的婚姻的故事 谁知道跳出来说 你借墨吗 孤单吗 想知道异性吗 请按这个 我说诱惑太大了 现在如果我们不醒觉 知道后果就很容易中 很多男生来到我们当中 我发觉他们很后悔的 其实他们真的无意伤害这个婚姻 只是不知道那个后果那么严重 起初以为只是玩玩 或是在压力当中 海外已经中了 但是对一个盟约的关系来讲 真的肌肤是不可原谅的 当然如果配偶愿意给他回头 我们还是辅导他 比方还舒服 但是重建训润都要一年半的 所以真的不要玩玩 所以不要玩火 不要轻易长 与其换一年半去修复这个裂痕 倒不如换一年半去更好去经营 对 预防 所以刚才你那个年龄是刚刚因为 生了孩子第一二胎的时候 那个时候最大问题 因为女生有了孩子 她比较跟孩子亲密 这样那个男生多多少少 会有一点点被副略了 对 在性生活方面 这样但是如果真的表达 沟通 还是可以补救的 不需要只是为自尊来 最后压了在里面 情感空了 外面也有诱惑了 就中了 谢谢汉西的提醒 所以总的来说 就是首先男士要抵得了诱惑 而女性朋友呢 其实呢也别忘了 不管是哪个阶段呢 老公还是得要照顾到他的心态 他的心理 最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沟通 整个的婚姻生活 需要两方共同去努力经营的 是 时间非常的短 但是还是非常谢谢两位 今天到我们节目上面 来来分享 谢谢邵远 谢谢陈先生 谢谢 谢谢两位 哇 这真是一门学问 的确 但是如果这个婚姻呢 还涉及到了 就是跟另外一个种族的话呢 可能这当中面对的问题 就更大了 那广告回来 我们会继续探考的是 一族通婚的伴侣 要怎么样 一中求同 我们稍后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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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